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 我是SKY 歡迎來到一年一度的 二年急增速談 2019提次呢是很特別的一年 這一年除了前三以外 普遍都是第一天花板 高級戰力的工兵型球員 或副手型球員 但在薪資暴漲的大環境下 今年也成為新秀受到前所未有 重視的一年 除了少數幾人 對 我們都知道是誰 以外 好吧 多數球員都有得到培養 再來在做這一年的選秀時 也是我比較陷入體能迷思的一年 也是有了這一年的打臉和學習 2020 我才能有更全面的觀察角度 OK總之以下呢 照例分成顯著進步組 有感進步組 持平組 和令人擔憂組 定義如圖 另外有一字數 啊超級大爆炸 有一部分球員 真的想寫也寫不下了 所以這裡先列出不會講到的移住球員 如果你很熟悉他們 也歡迎在留言區提供你們的觀察 幫我補完 好的 那麼以下就廢話不多說 趕緊進入正題吧 如果說這一季要選一個天才球員 那絕非Zion Wellington無誤 他現在打法完全就是另一個Yannis 而且效率更高 Zion第一年幾乎都是接應後 靠體能衝擊籃框 缺乏更好的走位 更細膩的技巧 單靠跳快跳高打天下 但這一季不是 他開發的持球也開發擋拆走位 更加懂得運用墊步的時機 卻會運用簡單的快速變向製造空間 更甚至上季幾乎只用左手終結他 現在也逐漸會用右手放藍 本季除了低位以外 他也增加越來越多三分線單打和擋拆 Zion毀滅性的第一步 搭配同樣毀滅性的墊步和變向 對手既然提早沉退他三步 Zion還是可以墊步直接飛過他身邊 就讓對手沉退在預先設置人牆 Zion也可以墊步硬是擠過去 你強行用肩膀試著關門擋他 那就是犯規收場 而如果是無球的狀態下 Zion就會上去設掩護 並且假擋slip下去 用超快的第一步瞬間拆掉 搶到一步的空間後 就能接球面對協防打短擋拆 這時一樣 墊步加快速變向 依然讓他無人能擋 硬是關門就會犯規 所以就超級恐怖喔 你完全沒有有效防守的方式 只要讓他拿到球 你剩下的就是狂堆人牆 然後祈禱他自己放牆 而如果要說 Zion目前進攻中唯一的缺陷 就是他閱讀防守還不成熟 他可以正確地分球 但前提是 隊友要在他的視線內 他看見隊友被協防放掉 他就會傳 可是像這裡Ingram 從頭到尾沒人守 Zion視線沒看見 他就是會完全忽視他 最後跳起來發現沒人可以傳球 就直接失誤了 所以Zion現在的傳球 是很好設陷阱的 擋他視線 埋伏傳球線 這些當初拿來騙Yanes的伎倆 恰恰可以拿來守他 這方面是否會成為 他進攻端最後的死穴 就看第三年 他對空間的解讀 能否更上層樓啦 再來從傳球延伸出 另一個防堵他的方式就是 盡量讓他自己持球啟動單打 避免他接球快速衝擊 簡單來說呢 就是增加己方可以提前佈陣 設陷阱的時間 而要達成這件事 就要切斷他的弱邊接應 和擋拆Roying 這裡必須說 上一季的Ingren和Blasso 會腦衝在牆邊中距離硬幹 這兩人為球給Zion的品質 和傳球的時機都不穩定 Lanzo Ball則是運球不足 與其說是他為Zion製造空間 不如說是Zion再替他製造空間 所以對手大可以嚴防Zion接球 刻意放空Lanzo 讓他是試著持球得分 索性醍醐顯然有發現這件事 自由市場先遷後換到Divant Grand 類似Campbell Walker的外線牽制力 應該能大幅解放Zion 而不論如何 Zion史詩節得分效率 已經證明了他的能力 如果以類Yannis的打法來看 他的第二年的破壞力 可能就已經有Yannis 生涯第四第五年才能達到的水平 以Yannis後續幾年的成就 Zion只要沒有受傷 第三年場均30分10籃板5助攻 恐怕只是基本要求 但Yannis在防守端也有巨大的影響力 雜仰這邊 一來斜方時機依舊不穩定 二來橫移換防有些吃力 三來是必然太短 讓他很容易在禁區被單吃 就是有些不三不四啦 怎麼去Cover他防守端的先天烈士 應該是醍醐 接下來要好好思考的了 Lugan Storz在今年開發出 非常非常重要的 持球和傳球技能包 讓他闖純粹的3D後衛 開始朝類似Eric Bradley 類型前進 是 平心而論 Dorz的進攻效率絕不算高 不過這頗大的成分 來自於高於他能力的責任 但看他的Catch Show 3分 還大空檔3分 分別36.9%和37.4% 以一個上技還不算射手的球員來說 已經是足夠的進步了 即便助攻術和食物術幾乎一樣多 但Dorz仰賴極強低步 讓他在弱邊接應後不只能投射 也能切入和切船 且Dorz並不是只能直線切入 他還是有簡單的變速能力 甚至起跳後滯空拉桿找人分球能力 光是這樣的多元性 就讓對手必須放更多心力在他身上 無法完全在牆邊堆人去針對SGA 而我們都必須承認 本來就沒人期待Dorz成為全職的持球者吧 而當他的功能本就是在勾手兩端 都分擔稀釋掉主將的壓力時 那第二年他在這方面 確實呢就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同時當今年的選秀有球隊 需要劃一支樂透籤 來選Devian Mitchell時 雷霆直接不劃一張籤的拿到落選 其功能性非常類似的Dorz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同意吧 這確實是一個成功的淘寶 Dorz的隊友Aziah Roby 是一個靠腦袋證明自己的球員 68吋他第一年體能跟不上節奏 接球有難游手 近乎一無是處 第二年他整個全面進化 火射雖然依舊不穩 但失利和平衡好很多 重點是終結腳步和側翼能力 以及精準的空手走位和空切時機 以一名Undersight內線來說 他勝過71.8%球員的擋拆效率 是非常讓人訝異的成績 比起許多我們熟知的內線都要更好 Roby很懂得抓拆掉的時機 並用身體清出需要的空間在走位 接球後他能善用VIR腳步 踩出對手追防 主動的創造上籃空間 也能輕巧的用拋頭或挑籃等需要協調性的手段來得分 並且在短擋拆的情況下 Roby具備多種傳球技巧 能有效閱讀防守後傳球到正確的隊友手中 同時不只是擋拆 快攻 半場空切 弱邊接硬 不論是戰術設計 還是機遇戰的狀況中 Roby都能有效的終極和側硬 將全方位的影響力 不僅能活化團隊進攻 更是雷霆上半季打出驚奇戰機的主因之一 可預期只要把外線的穩定度持續上修至個 呃 35到36%左右 打法不知體能 卻高效率的Roby 會是能長年生存的優質綠葉 他和雷霆目前艦隊主將的適性 有多好 我已經在雷霆雜談說過了 他這樣多功能起好搭配的特性 讓我相信雷霆會繼續長留他 而從被小牛用劍麥的方式放棄 到成為雷霆的劍隊核心 我想把他排的第一組 應該是無庸置疑的事情 Diondre Hunter 是另一個有機會定位大躍身的球員 在老雲打得最為辛苦的一躍期間 他場均有近19分五籃板的輸出 在整隊幾乎毫無戰術 全看吹樣一人表演下 他的路邊接應成為極度可靠的存在 抓時間差大跨步過人 善用身材的中距離拔起投射 有效的用腳步去終結 甚至也能接打擋拆 擔任球隊的第二持球點 展現出全面進步的運球 和創造進攻的能力 這些都讓Hunter的定位 從簡單的大型3D 進步往第二持球點 大型單打點去邁進 也就是新秀觀察中我提過的 Law Dan這個模板 防守上Hunter 雖然橫移扛3還是有點吃力 但他像Kovent那樣 善用時間差站位了Cover 其防守的影響力 對球隊整體高度不高的老鷹來說 極為巨大 可以說第二年Hunter的攻守兩端 都成為老鷹的要角 尤其他建構上的進步 將生活老鷹的擋拆 強弱邊轉換系統 試想就在Kevin Hurt 那些因為體能和身材 打不進的球 如果換成健康的Hunter來負責的話 那會有多不一樣呢 即便啦 我還是不覺得Hunter 會是決定老鷹天花板的存在 但能接應單打 單防對手王牌的他 會提供老鷹最堅實的地板 2G Barrett 在Town Seabedal底下修練一年後 讓我開始有了極度濃厚的 Dreamy Butler的既視感 我在清修觀察 強調過Barrett體能並不頂尖 尤其欠缺第一步爆發的 在當時我給的模板是Demar DeRozan 因為去年他很愛停球 在中距離翻身跳投 而這一季的Randal 幾乎都在中距離主掌球隊進攻 Barrett被主要定位在接應後的 單刀攻堅手指下 他新秀年那種有DDR影子的打法 也逐漸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生涯前期Butler弄全方位的球風 對Barrett這種全能心側翼來說 該展現出的重點 技能包有2 一個是切入的技能 像是過人 運球和終結腳步 另一個是控球的技能 像是傳球意識 牽引防守的意識 而恰好這些技能 誒 Barrett的第二年 全都有展現出來 他現在在接應後 可以正確的閱讀協方 去做七傳分球 不論是像新秀年那樣 找到Dunkerspot的隊友 或是今年越來越多的 用快速單手勾球 給到弱邊射手接染 擋拆上 Barrett越來越善用三協腳步 去運用掩護 解放第一步空間 切入後也不像第一年 要嘛由我們踩到底 自殺上籃 要嘛切一半停球到中距離 直接硬把Tough Shot 而是會運用Snack的技巧 迂迴的尋找出手機會 牽引防守 並刺激二次加速 去衝擊籃框 突然拔起拋頭 或是代開防守後分球 所以對我來說 雖然數據沒有到很亮眼 但Barrett的進步 非常讓人激賞 而之所以進步 沒能反應到數據上 以來是陣容和定位問題 尼克的控球都是攻擊優先 不用不然球也會在Randal手上 他們都習慣在牆邊 自行創造空間後打掉 也於是主要任務是接應的Barrett 自然就沒有太多機會 再來就是Barrett 整體判斷能力 和終結能力 也還需要繼續磨 他還是很常會有 牽引防守後 判斷錯誤的情況 且最重要的是 得分把握都不佳 經常有創造出空間 卻放不進 或是腳步運用不足 過早收求 導致被護匡中鋒 抓到時間差蓋鍋 不過老席的嚴格 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Barrett 一直在他的信任名單中 我想這也解釋了 他有多認真學習 攻守的品質 也都有受到認可 在未來兩年內 我想猜 Randall 應該會有不錯的王牌競爭 而究竟是繼續作為輔佐的二當家 還是會黃金交叉成為王牌 也將決定Barrett 最後的數據輸出 能否達到Botler的水準 Darius Garland 沒有多出什麼新的技能包 但他把原有 且本來就很完整的技能 全都往上升華了 他減少了不必要的盤球 跟飄移跳投 增加了擋拆後 保持運球觀察防守的意識 和分球視野 看起來華麗的CrossOver減少了 實際上運球 卻是重型更低更穩 加上中距離的拋投 和切換無球時的Kitch數 持續提升 讓Garland成為一名 非常現代的好用控球 尤其Garland的比賽解讀上 也進步許多 除了頭與喘的拿捏 操控防守的能力 成長明顯外 防守上協防的意識和時機 也意外的好 讓他單防需要被Cover之餘 至少仍不算是一個 完全的防守黑洞 但終究 他的身高體能 會大幅限制他的天花板 當初選秀就說 他不會是Steven Curry 更偏向是Brandon Knight 如今Garland 不只打出了Night那樣 衝到空間 尋找機會的特質 控傳能力在同齡時 我認為也是略超前輩一籌的 雖然Night作為天花板 呃...似乎不怎麼有遐想啦 不過生涯第二年 就能有場局17分6助攻的水準 可預期各項終結穩定度 隨著經驗累積會更加可靠 在巔峰期達到場局18-20分 搭配個7助攻左右 其實這筆選秀 也絕對是不虧的 省下的 就是如何透過陣容組件 來最大化Garland的優勢了 上季光學和Asic Okoro 顯然還不足以掩蓋防守問題 索性選秀選入了 很可能是近年來 互框潛力最巨大的Evan Marbley 就看十六季是否會用Colin Saxton 盤來側翼球員 或是用其他方式尋找可用的側翼了 Michael Porter Jr.也跟Garland一樣 沒有練出什麼新技能 但原有的技能都有得到提升 不過MPJ只能算是微幅提升 看來天花板是已經逐漸定型的 是的 MPJ的下盤和身體控制 看來極限就在那了 季後菜他又被換出來瘋狂的打點 他也很努力的想跟上對手 但真的跟不上 就是跟不上 他真的已經盡力了 進攻上也是 雖然閱讀防守和判斷還有進步空間 不過比起去年 他的運球掌握度 傳球和團隊的意識 都有明顯的成長 可是運球的重心就是壓不下去 導致難以輕盈防守 所以這也代表 MPJ會逐漸從KD 這種無解的全方位得分手 往Arnold Porter 那樣的大型接應點 就靠攏 不過MPJ比起Arnold 他的手感更好 瘋起來呢 真的是怎麼干擾都沒折 以一個二連擊身 MPJ場軍受干擾三分出手 達2.1次 整個聯盟出手兩次以上 受干擾三分的只有10個人 其中MPJ的命中率36.9% 可排在第五 擊身頂尖強者之嶺 更比說MPJ的46.5%可取出命中率 五成的三分空檔把握度 都證明了 他是全聯盟最強大的高砲塔之一 同時星球觀察就說過 他的空切潛力超大 但上季他急於打出成績 老是搶值的三分線外要求 這一技能 欸他認分了 開始尋找空切機會 和擋人後的錯位機會 不僅得到大量的輕鬆得分 也因為進去錯位 衝搶到了不少二波籃板 這些都讓他能更不吃運球的 靠神才去得分 或許啦 他的單防始終會是一個問題 石球創造進攻的潛力也不大 但在Yokic Murray雙人組身旁 接應效率可勝聯盟92.7%球員 又能空切接應 增強二波 大範圍協防的MPJ 毫無疑問的 會是最最出色 提升整個團隊的頂級三當家 天花板摸不到 有什麼關係 他們的地板就已經高到寇北了 八村本季可以說是夾縫中求生存的最佳典型 他第一年是無視除了Bradley Bill外 唯一的單打點 第二年因為Westbrook交易案 直接轉型成弱邊接應點 偏偏第一年我就說過 他當前的技能包比較適合持球 而非接應 因為他缺乏穩定的catch數 和切入爆發力 但有趣的是 習慣的定位完全被推翻掉後 八村效率 欸 並沒有下跌喔 而且他的三分catch數也依然不穩定 僅33.3%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八村依然能保持效率呢? 答案就是 靠腦袋 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弱邊接應 接應後如果空檔夠大 他依然勇於出手 但只要對手回來對位的意願 他就能極度精準的抓住時間差 在對手左右兩步對位上來的瞬間 加速下球過人 並用他的腳不安彈跳地 在墊步後擊殺跳投 除此之外 他空氣的時機和走位也超級精準 總是找到人群中的縫隙 像一把刀般的 劃開來到籃下 接獲 Westbrook 或 Bill 的傳球後 一樣善用墊步頂開防守 找到正確的角度放藍得手 忽然吸引協防再分球 是 以技巧成長來說 八村應該要放在持平組才對 但這一季他證明了他的球傷 適應力 遠比我想像的要更高 這種閱讀防守後 抓時間差很角度 去得分的能力 讓他未來不管去到哪一隊 被賦予怎樣的定位 他都能夠有效的做出貢獻 不會消失在聯盟中 進攻上能融入團隊 不吃球權的高效得分 防守上也能善用身材必斬 去防守現代的高側翼 協防禁區 八村第二年 無疑證明了自己是合格的三當家 甚至有機會上看的二當家 而在 Westbrook 離隊 先發控球 預計 Spencer 定位底補上之下 他能打無球和持球特性 應該會讓八村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雖然他轉打外圍後 當年低拍預測的3DS Young 注定是歪了啦好不好 但新秀年熱身賽後 重新給的高智商版Marcus Morris 這個模板 欸? 我還是覺得我對八村的預測 是挺到位的啦 不知道你怎麼看 Kobe White 應該是前段順位最沒東西講的 他就是原本有的東西都有成長 沒有的東西呢 欸 還是沒有 他的出手選擇 運球 切入腳步 都有明顯的進步 Crossover不會再一堆多餘的動作 終於能抓準節奏切換後 加速的時機 這些都讓他更能切穿防線 解放他的得分和傳球空間 切入命中率從第一年的41.7% 成長到46.5% 切穿助攻速 也從第一年僅0.5次 上升到1.1次 但說是可以傳球啦 White也確實能閱讀防守後 發現弱邊射手 可是呢 就還是優先想要自己投 也缺乏保持 願球牽引防守的意識 就是油門踩下去 便只剩頭跟船 兩個懸向的神經刀 Billy Donovan還硬是花了半季 去給他練控球 練不出來呢 欸 就是練不出來 下半季才認賠殺出 讓他打回第六人 也算是實驗忠告失敗 所以大概可以確定 White就是練個 Colin Suxton了 差別在於White的身材 傳球能力更好一些 終結的把握度 則是相對起來差了一截 尤其Kitch數三分才36.3% 大空檔的三分也才37.2% 以他這種砍分第六人類型的球員 把握度真的是要再加把勁才行 不過在陣容主幹 已確定完Lance Ball Levine Nikola Vichovic之下 White這種砍分手 也是陣容長期需要的元素沒錯 他跟公牛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有不錯的未來 Kilton Johnson在第二年算是全方位的 微服進化 他的防守依舊秉持著 不讓你接球 不讓你下球 不讓你出手 這樣的三步原則 成功被球隊立下大量數據 看不見的防守功勞 進攻上他的三分Kitch數 雖然依舊低迷 整技徘徊的三成出頭 有一些簡單的下球後中距離急停 但也還不算主武器 主要是靠著強大的對抗性 延展性 在切入後頂開對手上籃 可是遇到夠老練 動得抓時間差干擾的防守者 就很容易吃憋 同時運球的成長還不夠 幾乎只能靠一拍變速過人 缺乏運球晃人 或大量節奏切換的技巧 導致他幾乎只能打弱邊接引 以數據來看 Johnson本季受助攻率高達71.6% 是馬斯側翼群中次高的 僅高於菜鳥的分Versel 偏偏馬斯的持球點都不是純粹的控球 更偏向攻擊手 所以常常牆邊擋拆後 守地守後 他們就花式把球打掉了 Johnson自然就沒有太多出手的機會 也降低了他進攻的影響力 防守上Johnson這季扛了很多禁區責任 雖然說也沒有守得不好 但他的本質終究是後場所 被迫扛更高大的球員 幹更多的髒活 也會損耗他的體力 讓他更難以的進攻上有所發揮 所以我會說Johnson有合理的進步 卻沒有拿到他該有的發揮空間 就看Demar DeRozan離隊後 他能否得到更大的定位吧 蛤?你說Brain Forbes回來了 欸!那個Johnson什麼的 還不快去卡位 幫人家少主搶進攻籃板啊 Kim Johnson一樣 是在他擅長的各方面都有進步 雖然力行賽的出手效率 比起新秀年下降 但我想著應該是由於球隊友試著 讓他在進攻端承擔更多責任 本季除了弱邊定點Cash 2 跑位Cash 2以外 他也逐漸增加了空切終結 接應切入拋頭 甚至是切傳能力 這些都大幅活化了 太陽板凳的進攻流暢度 尤其到了季後賽Johnson 可說是迎來另一個進化 3分開直速準度達到49.3% 成為球隊板凳最穩的定型完不說 更扛起了大量單防對手王牌側翼的任務 雖然還是會被體能碾壓啦 但Johnson展現更好的站位和技巧 靠著無限的拼進阻擋接球 犧牲身體去扛住對方低拍 給隊友足夠的時間 從事件死角進來幫忙協防 雖然Johnson經過四個系列賽的試練後 我依然不會說他是防守大鎖 但作為一名團隊防守者 Johnson證明了自己 可以做到聯盟前段般的水準 而我想攻守兩端 如此聰明又全方位的球鋒 如今來看用首輪十一勝位投資 確實呢 誒是再合理也不過 Jordan Poole 這一季在定點接應和Offscreen的效率上提升很多 證明他開始慢慢適應了NBA的節奏 口頭掃強度 也在發展聯盟期間 令我們投射基本高和出手選擇 只是進階的手遞手進攻上 Poole還是太單調好預測 出手選擇容易暴衝 傳球的判斷也還是會出錯 不過確實和去年幾名簽約入隊的新兵相比 Poole相對還是足夠融入勇士的系統了 而在今年的選秀和簽約 新一色都是補強的封線來看 也代表勇士的Poole 在板凳後場的影響力投下了信任票 就算無法完全開發持球進攻 他仍是能在體系中瞬間大量得分的球員 而如果 可以把持球的判斷再更往上提升 不僅對於他的未來 也將對勇士整體的深度有極大的幫助 至於勇士當初跳過Coulon Johnson選擇他 到底對不對 事隔兩年回頭去看 我仍會說 我相信Johnson能帶給勇士更大的幫助 但也必須說 Poole第二年的成長 絕對不愧對 他的選秀順位 Dramarine現在多數的問題都起始於 他的三分實在太糟了 三分Catch就僅29% 空檔三分僅27.3% 對手永遠都會沉退他放投 然後沉退 他還是會硬往裡面擠就算了 重點是他還很愛貼著對手耍球 這其實也沒啥問題 貼著對手 才更能運用身體和肢體創造空間嘛 但Maran幾乎每次過人 都是貼著對手Crossover 然後在連續背後運球加一個大轉身 結果常常對手仍沒被晃掉 反而自己先把球給晃掉 甚至居然成功擠進去沒噴掉球 Maran恐怖的是 他喜歡鑽進去後 仗著體能優勢先起跳 然後才在空中思考下一步要幹嘛 而非先看好可能的機會在哪 再做動作來吸引防守 這樣作為一來呢 當然就是很常跳船失誤 二來就是讓他很常發現沒機會了 才想要自己上 反而錯失了靠優秀體能攻籃的機會 甚至變成在空中雙夾硬上 簡單來說呢 就是 Maran做什麼都抓不準時機 不管是加速、減速、收球、傳球、出手的時機 該減速時加速 該變速時收球 該出手時傳球 各種錯亂啊好不好 外線不足缺乏變速 喜歡跳船 這恰好就是選球觀察時 我說過Maran的三大問題 但當時我看好 他可以靠苦練超越 沒想到第二年 他直接在這三個老問題上 壯好壯滿 跟被凸鞋打在牆上的蚊子一樣 黏在牆上遲遲下不來 不過事後傳出的消息是 整個賽季Maran都有家庭問題 一家女友育友一子的她 只傳在賽季前和對方分手 也或許是因為這樣啦 才讓Maran無法專注在訓練和進步上 其他家庭問題逐漸塵埃落定後 來到附加賽乃至於季後賽 Maran雖然Kitchu依舊破爛 但急停三分來到40.9% 代表對手不能在擋拆後 輕易的沉退她 解放出切入空間後 Maran也加強了保持運球 閱讀防守 減少了五位的盤球和跳船 增加的是 更果斷乾淨的變速玩拋頭 以及切穿防線後正確的判讀 並分球給隊友 寂寞拉尾盤的表現 證明了Maran還是能夠進步的 雖然大半個類型賽都停滯不前 導致文難以把她放到第二組 不過她只要能維持季後賽的表現 場均30分五籃板 八助攻欸好不好 或許細節上掌控節奏 出手選擇 效率等等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這就是等她持續帶隊衝擊季後賽時 再去磨練和學習的 至少啦 這樣的數據以二年級生來說 應該是沒人會抱怨才對 Teller Hero 在輿論上似乎大家都覺得 她第二年有退步 但事實上你看開數據 甚至詳細的出手數據 她不論出手的方式 出手的命中率 都和新秀年相差不多 所以與其說是退步 不如說 Hero 是第二年進步實在太慢了 Hero接球後 用掩護的腳步依舊 基本的傳球判斷也都在 可是卻沒有練出最最關鍵的 保持運球 第二拍變速等技巧 像是幾球她完全無視擋拆後的Roman 滿足於罰球線周遭的外線出手 也因此連帶切傳技能包完全消失 就像一再強調的 當你無法撕裂 牽引防守 而是只能在罰球線以外 騎艇跳投或拋投釋手感時 那只是一對一就能守住你 兩側底角的斜防完全不必進來 而Hero為什麼越打越艱難 除了她自身保持運球的技巧沒有開發以外 熱活陣容本身也是一個問題 劇名Butler Dragage Iguodala的退化 加上Ben Adbayo 更習慣的中距離出手 導致球隊幾乎沒有能切進籃底的人 上一屆Hero 主要都是強弱邊轉移後 繞出來打手遞手 所以要是牆邊先切穿防守 造成防守輪轉後 Hero再繞掩護出來 這是他的腳步 加上隊友先行拉扯防守 這能夠製造出他第一步的空間 以令他下球突破 但這一季沒人可以切進籃底 Hero直接在牆邊發動進攻 就算能用腳步搶到第一步空間 他的運球也切不過先行對位的內線 往往就會被踩死在罰球線收球 或是被踩死到底線吃鍋 加上他運球不足以的中距離遊移 牽引防守 不講自殺切入的話呢 不是死球 就是只能直接擠停投掉 也因此在全員退化 比想像中更快之下 Hero要是真的毫無進步 他理應數據是要跟著下滑才對 可是事實上他的中距離擠停更穩定 只要搶到機會時 他切進籃底的把握度也有提升 因而說Hero原地踏步 甚至說是退步 其實是不公平的 但仍舊 他最最關鍵的運球技能沒能開發 讓他勉強只能打平上一季例行賽的成績 所以也只能給到持平組 第三年他的運球開發 無疑就是重點 沒有的話呢 大概就是板凳搶分手了 有的話 熱火已經補強進Kellari 來升級牆邊的防守牽制力 Hero依舊有機會 在第三年迎來第二次的爆發 Darius Baisley什麼都不缺 就是球放不進籃框 六尺八吋的他協調性一流 各種Cross Over的轉身大跨步拉桿 你想像得到的終結腳步和終結手段 他都做得出來 但就是好不好 球出手之後呢 高機率不會進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呢 之前有個觀眾說得很好 正中我的想法 那就是Baisley 感覺只是按照練好的套路在做 並不是真正的應對防守 拿出不同的手段去攻擊 當然Baisley 他確實有閱讀防守的能力 畢竟他能正確切船嘛 可是他還沒有辦法準確判斷 什麼情況 該用什麼技巧 只要他各項技巧都還是半調子 做得出樣子卻用不出精髓 所以常常看到他華麗的 連用兩三種高難度技巧 你一陣 嗚呼呼 之後就會發現 噢根 怎麼沒有混多對手 最後還是勉強在對手追防下 硬是扛著對方上籃 並且終結時Baisley 很喜歡往對手身上去靠 呃這當然也沒有錯 因為這樣更能透過軀幹和碰撞 來創造上籃空間 問題是他的意圖實在太明顯了 而且還會明明有空檔 還是硬要靠 結果反而被抽椅子滑倒 或是明明有空檔 結果上籃上到被蓋 事實上啦 Baisley本季吃鍋率13.7% 就是聯盟前段的 明明有速度 有彈跳 有身材 有長度 卻還是吃鍋吃成這樣 就是因為 他過度尋找碰撞 而我想這也和他技巧的組合 不夠熟練有關 更糟的是Baisley 連外線也還沒練好 接球的腳步 起跳了平衡出手的施力連動 其實都比第一季好 可是三分Kiss數 仍然只有28.1% 大空檔三分把握度 也抵達33.1% 等於是對手可以沉退他的擋拆 或接近切入 就更有利於後續針對他 種於預判的切入動作 去做防守 也因此攤開出手數據 Baisley除了灌籃和快攻以外 幾乎所有的出手方式 命中率都是慘不忍睹 而他的技能包又是控球前鋒 負責擔任接應和擋拆的第二持球點 沒有得分沒有協防牽制力 那自然切傳能力也是整組消失 欸不過呢 我自己想提一個球員 那就是Jalen Brown 一樣是出入航石殭屍跳投 手感生硬 運球一塌糊塗 Brown也是剛學會一堆 因為單打招式的那一季打得非常糟糕 一樣只會做動作 卻不會實戰應對 外線又打鐵 但經過一季的學習後 隔年Brown融會貫通 直接升級成準明星級球員 相信現在 哎呀沒人敢質疑他的實力了 而Baisley 他真的沒有缺什麼東西 腳步 技巧都有了 代表他的學習力 和練習量是有的 只要腦袋和技巧能夠銜接上 一切就有可能水到渠成 當然我不敢說他一定能達到Brown的程度 畢竟他這一季整體效率 比起Brown撞牆的那一年 又更低一個檔次 不過在有SGA和Pokshevsky之下 雷霆應該也不會強求他成為明星啦 只要他能小幅提升各項終極的水準 連帶引出傳球影響力 配上他原本的存在的防守能力 作為第三持球點 我想Baisley應該還是非常萬能的 三當家球員 如果你還對Kevin Porter Jr.打控球抱有期望的話 很抱歉 我真的覺得打戰的機率缺盡於零啊 簡單挑幾場比賽出來看 就能看到各種他不是控球的證明 在KPK主控之下 火箭的隊友多半無法在束縛的地方出手 因為他雖然能傳球 但就缺乏大量主控技巧的細節 像是他不太會使用掩護 創造空間 永遠只想靠自己的Cross Over過人 所以他的搭配內線很難抓到他過掩護的時機 導致這樣擋拆後 對手還是能從旁追防 因此又失去了潛在的二打一機會 讓內線很少得到直接roll in的空檔 而且KPJ傳球也不是牽引防守後 判斷哪裡有空檔去做分球 而是往裡面擠之後覺得不行了 就直接收球找最近的人丟炸彈 加上他又喜歡一直盤球 就導致跟他搭配的人非常無所適從 因為你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突然想傳球 甚至KPJ還在中距離瘋狂Cross Over後 發現自己沒出手機會就收球 死球的中距離要找人救他 而沒有自己沒空檔 就轉而牽引防守 創造隊友機會的意識 呃...當然他也不是全無亮點 他能做出Hoster Dribble 去卡住追防尋找自己喜歡的出手 這對於得分手來說是蠻重要的技巧 當隊友擋起來走出空檔時 他也的確能正確分球不是全然的自私 但這些優點都難以掩蓋KPJ 並不好搭配的事實 真要說起來他好像什麼都有 可是細節去看又什麼都缺一點 且非常不擅長和隊友配合 都是隊友得去配合他 或許給大量球權刷經驗 可以把他刷成一個Lowellens型的球員 可是這種類型的球員 對正在重建的火箭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唉...老實說真的很可惜啦 他第一年也被裝B-line 稍微救回一點 結果他老人家火速被炒 下半季他就會開始活在自己的節奏內 上季火箭進入練兵時期 更是開了太多無謂的開火拳給他 這完全無異於KPJ 這種需要紀律性的球員的養成 生涯前兩年是很關鍵的球員型速時期 這兩年間KPJ 那種難以搭配亂幹的球風始終沒能改掉 或許他只要能把終結穩定度提升 他依然會成為Nick Young或Lowellens 但又成為他的偶像James Harden 大概呢...就是無望了吧 PJ Washington 我新秀觀察提出他的高模板 是Demontes Sabonis 也果然黃蜂第二年 就試圖把他當側硬型內線來練 可惜很快呢 就宣告實驗失敗 WASHINGTON的穿球直覺的反應速度 顯然並沒有這麼快 也差不多註定了他的上限 就是很優質的綠葉工兵 不過三分catch率依然達39.6% 空檔把握度也近乎四成 能接近下球切入 能簡單的打些高低位 能做基本的分傳側硬 防守上也依然能扛住那些現代高側翼 完成弱邊斜防 就是一個非常萬能的優質團隊球員 你不會期待他整個球隊 但是放在一個完整的團隊 WASHINGTON這樣的存在 就是一個大家分 而這樣的屬性第一年就有了 第二年只能說是做得更加穩定 所以雖然功能上很好用 也很有用 但還是只能放在持平組了好不好 要說WASHINGTON目前比較明顯的問題 應該就是籃板 身高太矮爆發力也不強 因此就讓卡位了也搶不到 加上黃蜂會缺乏內線 這季連Miles Bridges都要扛到中鋒 所以上屆WASHINGTON在場時 籃板經常處於被肆虐的一個狀態 看看黃蜂進來選入兩隻高大跳跳人後 能否Cover一下吧 但這也算是陣容問題啦 不算WASHINGTON本身的問題就是 Kendrick Nunn 大概是持平組的最佳代言人 因為他真的跟新秀賽季 完全一模一樣啊 老實說去年新秀觀察做完後 我就覺得我把NUN的上限定太高了 他的爆發力終究沒有L Gordon那麼好 也欠缺終極腳步 他...就是...非常均衡全面 但也沒有哪一項特別突出的雙能位 不過至少他證明他的三分副寫術 仍是非常優秀的 而且很重要的是NUN 雖然不能創造太多進攻機會 但他也不會做什麼錯的事情 就是執行任務 穩扎穩打 而那拉開空間能接應切入 正確切船的球員永遠都有試場 相信他隨差即用的火力 和高戰術執行力 會是胡人需要的元素吧 Nickel Alexander Walker 算是均衡 但什麼都不到突出的代表之一 選秀觀察者提過 他的爆發力跟切入腳步不足 讓他很可能只是射手 而不能成為真正創造進攻的Leagard 這個缺陷在第二年 仍舊在不停的困擾著他 縱觀NAW的比賽不然發現 他的表現非常吃當天的手感 就是因為他切不太進籃底 所以很常在中長距離做急停或拋頭出手 所以他可以手感吼石一場爆砍三十幾分 也會單場石頭一中 說真的啦 題固上就有Steven Adams和Jackson Hayes 提供的掩護質量應該是已經很夠了 算是盡量替NAW製造第一步空間了 可是後續變速能力不足 偶爾成功切進籃底後缺乏腳步 仍然讓NAW無法有效率的終結 跟黃盾切船創造隊友機會 但很奇怪的是 偶爾我們仍能看到NAW 用Snack的腳步尋找機會 有時也能做出非常精彩的二段變速過人 證明他不是不能做到 可是實際使用起來就是 有一場沒場的 加上開始說命中率又不穩定 可以一個月四成 下個月變兩成五 但他不論打建議還是打持球都起伏不定 就看第三年NAW能否把這些偶爾為之的前提 轉化為穩定輸出吧 如果可以的話 他和Cara Lewis仍會有很好的第二空競爭 沒辦法的話 那大概就是一個普通的板凳雙能位了 Multis Seibo 第二年也是好的繼續好 不會的繼續不會 他的防守光是季後賽 成功單防吹樣就可以知道 他是除了Drew Holiday以外 少數可以一對一限制吹的人 且Seibo不只能單防地板控 也能單防高側翼 防守的多位置多功能性 在現代籃球是極為關鍵的 黏膩的防守腳步 精準大膽的超級和火鍋時間拿捏 可以說這樣渾然天成 學不來也教不會的防守直覺 證明了Seibo 中期生涯都會是聯盟頂級的大鎖 可是進攻上他的出手慾望 比起新秀年似乎又在更加下降 第一年零攻乍線的三分球也整組還回去 而我覺得啦 這和76人畸形的陣容有很大的關係 Seibo的體能和身材 讓他其實有不錯的空切潛力 大學時期他也是一名很不錯的空切球員 和進去終結者 可是在擠到連主將都擠不進去的76人陣中 根本不可能會有Seibo發揮的空間 更別說為他設計空切戰術了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 他明顯下降的出手慾望 仍是一個警訓 就像Kalventon和Crowder 他們不穩定 但依舊願意嘗試出手 Seibo這種覺得不進 就乾脆不妥的思維 是對團隊有傷害的 不讓對手完全不必去對位他 可以更專心的協防其他人 頂級大鎖是一回事 Seibo最終的成就 會是一支球隊的核心 還是純以單一功能型球員 被球迷所記憶 將決定在他的出手意願上 Jalen McDaniels算是蠻可惜的 作為現代稀有獲得體能長手怪 他的協調性運球爆發力 甚至是放藍手感都不差 也能夠融入狂風的團隊跑位系統 證明他的球傷也不糟 建議後能運用快速的第一步過人 雖然沒有什麼終結腳步 但靠著滯空練爆發力 也能創造很不錯的接應威脅 當他外線轉頭有帶的時候 更是黃蜂板凳進攻的一技強心針 防守上雖然單防還是太過單薄 但作為弱邊斜防點 防守範圍大 能埋伏球線超級也能護框 更能無限換防不落於下風 以潮流來說極為吃香 而之所以說到可惜 是因為黃蜂有太多人要練了 McDaniels就成為了犧牲的對象 解凍又冷凍 冷凍又解凍 導致他的進攻穩定性一直練不出來 準的當晚就超好用 隔天不準就變成自殺切入機器 結果呢又被冰 在Kai Jones和JT 做了兩名類型幾乎一模一樣的球員 即將入隊下 McDaniels第三年能否破解而出 捍衛助技也輪替地位 或許也將決定 他在NBA是否終能佔有一席之地 Kamradish第二年完全是空轉 新秀觀察提出他的缺點 終結腳步 運球 閱讀防守 外線穩定度 哎呀沒有一個有改善 全部呢都是原地踏步 比較可惜的是 Lloyd Pierce 是他受傷後才被炒的 雖然Pierce的養成規劃算是很強的 但實戰的素養 就真的較為貧乏 所以Radish的技巧 始終沒能在較為穩定的環境下演練 這樣的記憶也很容易讓我想起 Josh Jackson 而如今老鷹顯然也在考慮 賣掉時間軸逐漸對不上了他了 如果下一季還是沒得到機會 去改善以上的那些問題 我想最後大概就又是Link Jackson了吧 四五年後就會逐漸定型成一個 不穩定的3D球員 開始流浪各隊 但這都只是假設啦 不論交易與否 假如第三年他能健康並迎來成長 對極所有天賦技能與一生的Radish來說 天空依然是他的極限 Jarred Culver 幹 有什麼需要說的嗎 選秀觀察就說他需要練 需要善用他的持球切入 需要兩年的時間 灰狼就是不練他 就是把他當射手用 第二年幾乎把他兵好兵滿 但畢竟人家後場 就有D-Low跟AdWords了 這樣做也確實是很合理的 只能說Cover 真的就是倒霉而已 根本DSJ2.0啊 前兩年真的是 新秀很重要的成長期 而Cover這季短暫的上場內 看起來是完全沒有成長到 就算能離隊 大概也就是明版的末端的 防守性後衛而已了 Brandon Clark 乍看數據 他不應該被擺的這一組 但第二年比起新秀年 他又顯著下滑人是不爭的事實 只是原因並不在於技巧 而是在於傷病 Cover本來打法就非常仰賴 他超強的垂直起跳 和身體柔軟度 這是解放他短檔拆的關鍵 讓他能用勁爆的墊部起跳 在空中柔軟的銀河防守 用多種手段去衝擊籃框 也由此才能衍生出他的側翼能力 和二波補攔能力 結果第二年他遭逢髋關節傷勢 嚴重影響他的身體柔軟度 和起跳速度 畢竟髋關節就是連接整個上下半身的重要部位嘛 導致Clarke中距離跳投 拋頭 空中各種拉桿挑籃 全部消失 連帶他的全能技能包也整組廢掉 如果沒有了驚人的爆發力 和空中作戰能力 那必須坦承Clarke 也只是一個得分局限在禁區的矮內線而已 而在灰熊禁區陣容越來越齊全 又是Avery Tillman虎視眈眈之下 難保Clarke不會成為灰熊往後補償的籌碼 當然要是第三年他能以完全健康的姿態 一耐開季 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Secure Domboya跟雷霆的Poker比起來 一樣是人高手長協調性跟手感超好 但比起後者祭出撞牆一波 去發展聯盟一趟歸隊後 就自信爆棚 前者越打越回去 第一次先發上陣超有存在感 令人印象深刻 打到第二年直接隱形 下場走回板凳才會驚覺 他剛剛很上場喔 這就可以圖顯出Seku 除了手感和天賦以外 他的求傷解讀能力 學習能力 心理素質等等都還不足 而這種狀況 我們也在Dragon Bender Mario Hazonia 這些遠度重洋過來的 歐陸高天賦星秀身上看到過 第三年開季 要是還是連走位跟基本的投籃都辦不到 那大概就可以打包準備回歐洲了 如果能做到的話 有Kate Cunningham帶開防守餵球給他 放在路邊當一個板凳的高炮塔 應該還是堪用的 好了 二年機身速彈在這裡結束 這支影片已經夠長了 那我也不廢話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 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 或是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也熱烈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說到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不會錯過我現在影片囉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進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FV粉狀來晃晃一同討論籃球 OK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 下支影片 請到後兩支影片 請到先試聽